局長 各位理事長 各位來賓 大家好 其實以我們來講 基層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 我們自己有感覺上其實改變很多 因為我想梁理事長應該 因為也是基層組合 應該感覺會特別強烈就是說 其實離這個之前不遠的三四年 以前我們還要跟別人 講流感這件事 啊 流感感嗎 你是說感嗎 講老半天病人不知道流感是什麼 然後有一些高風險的患者 覺得可能是高度危險 可能要做快篩 其實不太能夠接受 但是其實經過 我是覺得真的是主管單位 不管是衛武部或機關水 可能這幾年大家慢慢觀念真的 改善很多 就是說其實大家都知道 流感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疾病 那要打疫苗 甚至說 甚至萬一得病的話 趕快要做快篩 要美可流感 那其實大家普遍都能夠接受 那順便回應一下局長 其實喔 那個愛情過小 我確定他們應該施打率蠻高的 因為很多小朋友 平常看到的病人 所以小朋友其實 施打率都蠻高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通常喔 中文都這樣啦 大家都聽孫 都會帶孫子 但是自己喔 有的會問 欸 阿嬤你來啊 你怎麼有吃東西 有喔 你有煮了嗎 沒有呢 那你想怎麼煮喔 欸喔 那孫情煮啦 啊 那天天沒有 沒有事情 都沒有 過幾天我會贏 就在家裡 說不可以啦 阿嬤先煮啦 欸 現在最重要的 反正是喔 欸其實小朋友 的施打率都很高啦 但是我們現在努力的目標就是 欸 反正阿公阿嬤就已經帶孫了 啊 現在 孫子來家 不管怎麼用 更何況說喔 因為 真的流行喔 感覺上 以前跟現在的差別 就是說 以前真的是感覺就是 欸 夏天流行什麼 冬天流行丟感 那現在 今年真的是不一樣 像我們去年的話 感覺流行情從五月到九月 那五個月其實是 反而是最多 那九月十月比較少 十二月真的開始又多下來 像我們最近的話 做快賽的養性率 其實也蠻高的 那 因為 一方面真的是 疫苗打了以後 抗股出來也是要一段時間 那 尤其是 以前的經驗只要在 呃 大節日 齁 就是 中秋或者是過年前後 那真的都很容易會有些大流行 那 那真的是奉勸各位長者 喔 包括說一些 高風險慢性疾病 那 那包括五十歲 高風險慢性疾病 或者是重大傷病 或者是說 highly m-high大於35 事實上喔 真的是要 趕快打預防針 齁 因為 呃 預防針真的是在 沒有發病 就是說 所以做一個預防 不要等到說已經得了 再來做治療的話 其實那個冰層真的拖得會比較長一點 那更何況說 最主要是說形成一個保護力 假如說大家都能夠打比方針的話 那形成一個群體的保護力 你要想說 誒不差我一個 一顆就是差你一顆 然後都無數 還沒大顆 那事實上整個國家後續的一些 在醫療上的花費 是不會減少很多 所以就希望說 可以的話 就是大家 因為市政府就是 衛生局這邊也是都有在推 就是希望說 大家不一定說要跑到大醫院嘛 其實在診所或是一些接種站 那其實都能夠得到很方便的一些接種的服務 那 更何況說 今年就還有特別提供一些大獎 都希望說大家都能夠 一定要打流感疫苗 然後抽大獎 過好年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 遇到病患的時候 是怎麼宣導的